尚书千金大婚当晚竟带着彩礼逃婚 夏淼就卷入了一场命案中 还被未曾谋面的夫君 当成嫌犯抓入了大牢 为了保住小命 洛洛赶忙爆出自己强大的后台 本小姐是尚书千金 丞相府的儿子 一旁的王爷眉梢一条 眼前的姑娘竟是自己的新婚夫人 以为自己唬住了众人 洛洛急忙让对方将自己放了 王爷对她那可是捧在手里腾在心中 见对方说谎脸不红心不跳 王爷顿时觉得自己这位新娘十分有趣 听到侍卫说凶手被剑刺伤了左肩 洛洛毫不犹豫地宽衣解带 白嫩肌肤瞬间把王爷吓了一场 大人 你不看怎么知道 我有没有受伤 快出场 洛洛本以为自己扳回了一局 夏淼身上的匕首竞掉了下来 这下有十张嘴也说不清了 谁知王爷看到后竟确定洛洛不是凶手 并当场放他离开 这让侍卫恨铁不成钢 以为王爷被美色所迷惑了 原来今晚本是两人的大婚之日 由于洛洛本就不满这场赐婚 便想给未婚夫一个教训 不料突然发生了紧急的案情 王爷这才不得不离开婚房 以至于两人至今还没见过一面 侍卫文言长松了一口气 他还以为王爷要搞什么一见钟情的戏码 可王爷却觉得不能小瞧这位新婚夫人 只因他察觉洛洛和凶手之间 定有某种亲密的联系 而事实也如王爷所料 洛洛表面上是上书千金 实际却集合了贫苦人家的姑娘 成立了一个叫空门的组织 一起做劫富济贫的事情 而昨日劫持洛洛的鬼灭新娘 正是洛洛的手下 昨夜驿管究竟发生什么了 原来就在昨晚 手下小满本想趁着洞房之夜 从富商家中顺些珠宝就脱身 不料对方却提前回到了房间 还想对他来应的 挣扎之间小满便用酒瓶伤了富商 可他明明记得自己离开是富商压根没什么大事 谁知没意会就传来对方惨死的消息 可按理说杀人要灭口 凶手却唯独让小满逃掉 很明显是要栽赃家伙 为了抓出真凶 洛洛干脆女扮男装 从家中弄了一封推荐信 来到了大理寺当差 王爷看透不说透 当即让对方现在就认知 随后洛洛化身舞座 对着富商的身体一阵检查 可刀伤和额头的伤都不是致命伤 身体还传来了阵阵的香味 察觉有隐蔽的伤口 洛洛便将富商的头发剃掉 果然看到了头顶极细的针口 传说只要是中了曼陀罗毒针 不但致命还会使人癫狂出现幻觉 为了证实这个猜想 王爷便用特殊的温水来实验 果然没一会儿 温水中就长出了许多曼陀罗花 还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花网 此刻侍卫和洛洛都陷入了幻境当中 曼陀罗花生死人致患 别扣进 王爷见状本想阻止 却被洛洛扯下了伍迪的手 这下王爷也难逃一劫 而他竟回到了与洛洛大婚的当天 原本的欲望全部被激发 王爷拉着洛洛就想做羞羞的事情 眼看事情一发不可控制 王爷在最后关头醒了过来 而有了刚才那番场景 王爷在看到洛洛 身体竟有了不寻常的反应 等过了几个时辰 洛洛终于清醒过来 得知自己中了曼陀罗花毒 洛洛心中一阵心虚 他不会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吧 看着王爷面色无常 洛洛一颗心放下了一半 如今已经证实了负伤的死因 那接下来就是追击下毒之人 可王爷却觉得 昨晚的新娘最有嫌疑 新娘她没那个本事啊 一个新娘很熟 何以见得她没有这个本事 洛洛闻言只想打自己嘴巴 急忙解释自己只是猜测 见洛洛心虚的模样 王爷也不再计较 四日一早 是为急忙来办 王爷让自己查的空门组织 乃是专门骗婚敛财的场所 一想到洛洛昨日重患之后 所提到的空门 王爷便想去一探究竟 谁知侍卫却好奇 曼陀罗之毒能激发内心所想 不知道主子在幻境中看到了什么 回想起让人激动的画面 是那么的真实 王爷匆忙收敛情绪 让侍卫去整合人马 随后众人一起来到了空门 见王爷竟找到了自己的老巢 洛洛心中一阵紧张 不料就在打开门的一瞬间 众人都惊呆了 只见众位尼姑在院中打扫 毅然成了一所尼姑庵 一旁的小满偷笑起来 原来就在刚刚 洛洛无意间偷听到了 王爷与侍卫的对话 这才送信让空门早做准备 不但众人都换了服饰 就连门牌都给变了 这边王爷没有找到线索 便在院中闲逛 眼看王爷摸索着就要露出破绽 洛洛急忙将他拉到一旁 称这棵树乃是因缘树 你要是惹弄了因缘大人 这辈子都找不到命定之人 无稽之谈 见洛洛潜心在树前祷告 王爷也信了三分 不禁幻想对方是在求跟自己的姻缘 这时洛洛兴致上来 让王爷写上自己的生辰八字 只要挂上之头 就能如愿找到媳妇了 一想到两人成亲之前 已经互通了八字 王爷便期待洛洛能认出自己 谁知对方只是夸赞了自写的好 便自顾自地将不条网之头抛去 可他连续抛了九九八十一次 都没有如愿 大人 我关注你一起 随后两人同时抬手 将不条挂到了枝头的最高处 命运的齿轮加速运转 两人的内心也像不条上的灵弹一样 随风而摇动着